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9月12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 它的文章叫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财务困境 令银行房贷失去一层安全网 中国正愈发寄望于通过银行增加房贷发放 来提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但有一个问题 房地产房永时期使得违约风险很高的贷款 约束了银行的手脚 它这里面也很多数据很有意思 就是根据监管文件 过去几年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为其预售房屋 提供了至少30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担保 这些房地产公司承诺 如果借款人在住房完工和交付之前违约 他们将支付购房者印象银行支付的利息和本金 这个曾被视为万无一失的做法 如今已成为中国银行业一个拖累 随着几十家房地产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其房贷担保能否兑现 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数多潜在的购房者不愿在购买预售房 减少了贷款需求 今年以来中国房贷发放量急剧下降 根据万德贷官方数据 今年一到七月 中国居民中长期贷款新增相当于2490亿美元 较善年同期锐减了55% 这些贷款大部分都为房贷 这个每个月啊 社用数据出来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做了视频 都解释过 这个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呢 一般的就是主要是房贷 还有一个就是车贷 那么如果考虑到车贷 这几个月上半年可能是增长的 整个居民贷款在下降 那你的房贷下降速度更快 它下降速度快 还把那个汽车贷款这一块的增长 还给抹掉了 中国百强开发商的新房销售 已连续14个月下降 根据行业数据提供商科尔瑞的数据 2022年前八个月销量大跌47% 这个华尔街日报继续写道啊 属多开发商正受困于流动性问题 没有足够资金来完成他们的房地产项目 今年夏天涉及中国各地300多个住宅项目的 购房者威胁称 如果他们的住宅没有按时完工和交付 他们想停止偿还房贷 如果购房者对未完工房产的贷款违约 为这些贷款提供担保的开发商 将有责任向放贷机构进行偿还 还要承担相应利息和所有处罚 债务研究公司分析师在7月一份报告中说 相较于以前而言 银行可能会成为开发商更大的债券人 中国的银行仍然愿意提供房贷 但购房者的需求疲软 贷款机构不愿意接受陷入困境的开发商的房贷担保 他表示如果一家开发商已经拖欠公开市场人的债务 他们就没有钱来履行这些担保义务 过去10年中中国约有80%的新房销售 是开发商承诺在一到三年内交付预售房 买家通常支付相当于购买价30%的首付款 另外70%为借款 并立即开始支付房贷 来自首付和房贷的钱被存到第三方托管账户中 用于支付住房的建设费用 这种安排是由地方政府促成的 地方政府为支完成计划建设施工25%的项目 发放预售许可 由于这些房贷一开始不是以竣工房屋做底 中国地产开发商向银行提供担保 说明如果个人借款人在房屋建设过程中 违约开发商将支付贷款利息和本金 数多房地产公司在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称 这是行业惯例 不太可能产生实质的财务义务 当房屋完工并将所有权转移给购房者时 开发商的担保就停止了 房贷转而以完工的房屋为抵押 然而中国对托管账户的监管较为宽松 使得房企能够在项目完工之前动用资金 并用于其他活动 中国社科院房地产研究员邹林华 7月份在一篇帖子中写道 现在购房者承担着项目烂尾的风险 他表示这种贷款安排实质上让开发商从购房者中获得免费资金 现在一个真实存在的风险是由于整个行业的不景气 让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严重不足 一些房地产项目可能无法完工 陷入债务困境的开发商大约一半的项目可能停工或忒迟 中国6.4%的房贷相当于3480亿美元的贷款 可能面临违约风险 如果预售制度缺乏一套完善的监管规律 就会出问题 我们目前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的观点 跟咱们平常说的基本是吻合的 那第一个就是上半年整个的住房贷款 就是个人安接贷款下滑非常大 下降了55% 就知道房市什么情况 第二个呢 预售制度如果缺乏一种有效监管 那这个制度可能就要出问题 房地产弯上走的时候没问题 但是房地产一旦出现低迷 或者房价弯下走的时候 这个预售制度这个弊端呢 马上就要爆发出来 第三个就是个人安接住房贷款 不仅买房的人个人 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啊 房地产开发商也做了担保 那这个担保呢 是在房子没盖好之前 如果个人什么原因不还这个房贷 那么银行可以给房地产开发商要 但是一旦房子盖好了 房屋转交给业主之后 就用这个房屋作为抵押 这个安排啊 在房价善展的时候 也没问题 但是呢 现在房市低迷 房价万下走的时候 这种安排实现就是一个象征性的 因为房地产开发商他还不起 他先进楼都断了 已经爆雷了 如果个人按揭贷款的这些买房的人 他不还房贷 开发商也还不起 所以银行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说保交楼保交楼的一个原因 你把楼盖好了 然后把这开发商把这楼 给交付到消费者 或者购房的人手上 然后这个楼这个房子才能变成银行的抵押品 这样一潘水啊 才能活过来 就是说银行的风险降到最低 否则的话 银行面对的是一个是不愿意还钱的个人按揭住房的这个消费者 一个是已经爆雷的开发商 相当中银行的资金没有任何安全 你要跟这个个人按揭住房贷款的这些购房的人要 那么就会引起维权 因为我的房子我没拿到 那政府就在从中取舍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你如果是维护银行 是的 为了金融安全 什么防范金融风险 维护银行 要求个人都得还款 那购房者这边肯定会出事 出很多社会问题 这是现实困难 如果政府说 你这购房的人因为没拿到房子 所以不用还带 那这风险就到银行身上了 因为开发商反正现在是躺平的 死的 就你把它刮一刮 它也没资产 它的净资产是负的 所以地方政府啊 还有中央政府 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保交楼 钱不够 钱不够央行 或者财政部 想办法借一点 能保一点是一点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有人统计了啊 截止到八月底 全国千亿房企 就是规模达到一千亿的房企 只有九家了 去年八月呢 还是有十九家的 一下就少了十家 全国排名前三十的房企 现在只剩十六家 其他十四家 全部爆雷了 这爆雷的房企有啊 阳光城 融创 中梁 蓝光 绿地 荣盛 镇荣 世茂 雅居乐 荆轲 宇州 恒大 何景泰富 祥申 荣幸 富丽 新利 这十四家已经爆雷了 然后截止到八月底 有90%的民企 已经一年没有拿地了 211家 善市房企 有124家 截止到八月底 没有在一二线城市 拿一块地 从九月份开始 到年底 这些房企啊 还有2400亿美元的 海外债要到期 如果我们不看哪些企业啊 只看这个整个的房地产企业啊 2400多亿美金的这个外债要到期 还剩10月 11月 12 13个月 怎么还 肯定还不了啊 因为现在每个月啊 一个月比一个也卖的少啊 人民币还在贬值 美元对人民币可能马上就破七了吧 这些房地产开发商 美元贷款 当初都是按6.3拿过来的 但还的时候按七去还 这里面本身就有10%损失掉了 关键是本金 它还不起啊 它也发不了新债 它也借不了新的钱 我们再看一看各地的救市政策 首先第一个啊 昨天啊 咱们也介绍了 湖南的刘洋实际上已经允许开发商打折 就是降价 自主降价去卖 这个刘洋啊 算是卖出了第一步 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啊 它都有限价令 就是在备案价的基础上 你只能上下浮动5% 相当于把你价格管控住了 因为备案价 大家知道啊 备案价不是开发商自己报的 自己想报多少报多少 这是不行的 备案价住建局呢 它是可以算的 就是你这个土地啊 取得成本 然后每平米和多少钱 这是成本 然后再加上建筑成本 加上税 加上营销费用等等 就那几大项 给你一加 然后你这个房子的成本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还周边还有开发商的 所以这个到住建部门 备案价啊 不是开发商想背多少就背多少 那么在这个备案价的基础上 开发商你可以优惠5% 那湖南流言是他放开了 鼓励房企啊 降价自救 实际上啊 流言只是说把那个降价幅度给去掉了 你开发商想降多少降多少 其他的地方政府啊 实际上已经在开始降了 他只是没有把那个红线给去掉 他只是把那个降价5%改成了10%或者30% 有的地方已经在改了 但是这个呢 有一个怪圈 什么叫怪圈呢 就是有的地方城市房子本身就卖不出去 你越降越卖不出去 不会因为你降就有人买 除非你降到骨折 对吧 你明显的已经低于这个他的价值了 那可能有人去简陋去买 否则倒没人买 你说鹤岗的房价啊 降个20% 你会感兴趣买吗 可能还是不会买 就是没有需求那个地方 你怎么降价 刺激不起来 但这个也表明了政府一个态度 要尝试 但是真正这个购房的人 消费者盼着到降价的地方 他不降 你比如说省会城市 他就没这个政策 出台这个允许降价的这些地方政府啊 一般都是三四县或者是县城 顶多是地级市 现在你看河南省 山西省 还吉林省等等啊 这些地方政府啊 都已经督促通知开发商 尽快复工 开工 而且都是发红头文件 被督促的这些房企啊 有恒大呀 富丽呀 融创啊 远大等等 不管你什么原因停工的 都得要复查 要保救楼 可见地方政府的压力有多大 为什么压力大呢 大家再看这个图啊 这是有人统计的啊 这个主要城市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啊 对土地财政依赖最高的 杭州 佛山 南京 武汉 广州 西安 杭州啊在今年和去年就这两年吧 这个土地销售啊比较火爆 所以地方政府对杭州的房价维护啊 力度也比较大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 所有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的地方 那些城市的房价都越有可能要下降 而且降幅可能比较大 就意味着它的空间大水分大 最近啊为了救房市 很多房地产公司啊 还有一些专家把目光啊盯向了农民 希望农民能进城来接盘 呼吁农民接盘 对吧 又是给农民啊 用水来上公积金 杭州不就有这政策吗 杭州对土地依赖是最高的 所以你看他出台的政策都比较多 韭菜不够了 不够了就把农民啊来顶啊 让农民你交六个月的住房公积金啊 你就能享受啊 住房公积金贷款 那个利息要低一点 我记得我也做过视频说过 政府啊 赢两回 一个政府增加了 他住房公积金这个池子的水越来越大 池子越来越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只要交了 你不买那是 那政府也不少什么 总之你交了住房公积金 如果你要买房呢 政府更高兴了 那房子卖掉了 他目的就是把房子卖掉啊 所以说啊政府赢两回 但是个人呢 没占着什么便宜 你无非就是真要买房的时候 你的贷款便宜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时候 你跑到杭州去买房 想一想 你不就是接盘的吗 为了那一点点利息便宜 跑去接盘 关键还是农民 所以这个 针对农民的这些招啊 有点狠 这还不算啊 不光有针对农民的 这还要针对灵活就业者的 据这个凤凰餐济网报道啊 这个重庆啊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 购二套房 近日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印发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 有关政策的通知 宣布将个人公积金贷款 额度增加至50万元 多子女家庭二套房 最低首付降为25% 家庭最高 可贷公积金120万元 并鼓励符合条件的 灵活就业人员 申请公积金贷款 购买二套房等 这个政策也很有意思啊 农民既然能买房 那么灵活就业者 肯定也能买房 而且还买第二套房 这个制定这个政策的这些官员呢 脑洞都够大的 都已经灵活就业者了 还要人买第二套房 这不是把人往死里忽悠吗 都灵活就业了 那怎么买房呢 就是商业银行啊 给你贷款的前提是你有固定收入 你有劳动合同 你有工资 然后他才审批的吧 给你发贷款 因为你能还呢 你每个月的收入是稳定的 这是银行的逻辑啊 如果你怕的银行贷款 安接贷款 你说我没工作 你让我提供劳动合同没有 你说我证明每个月收入 我没有 我灵活就业 我这个月有工资 下个月可能没有 或者半年都没有 然后又找一份工作 又上个两个月班 又没有 银行是不给你贷款的 这个我想大家知道 但是呢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 他改革 他就给你贷 鼓励你灵活就业的 买第二道房 那我这个月没工作 没钱还怎么办呢 那住房公积金中心呢 能不能给我延期啊 延到我有钱的时候再还呢 这些灵活就业者 如果把房子一买 结果他就业不灵活了 对吧 没工作了 那你到时候会不会认定人家违约 然后呢 去法院拍卖 把人家房子拍掉 这不是把人往死里忽悠吗 换着换着就往死里逼啊 他那个逻辑什么意思 你看 有的地方 说农民也能买房 农民都没收入 没收入都能买房 那你灵活就业者 好歹还是有点收入的 灵活就业嘛 不是说不就业嘛 送外卖 也是灵活就业 而且这个 肯定比农民多啊 那农民能买 那灵活就业者 就能买第二套 在这里啊 我不是反对农民买房啊 我其实还比较支持农民进城买房 但是呢 前提是不能忽悠 第二个 农民要自己算账 就是我觉得买房合适 这房子值 我就买 不值 我就在农村住 我有钱 我想改善一下自己条件 农村的环境毕竟要差啊 厕所我都没有 很多没有农村经验的人啊 这聊起农村啊 是头头是道的 但是真要把它搁在农村住一个月 他根本住不下去啊 农村里没有抽水马桶 即便啊 有些农村装了厕所马桶 那也就是形式上的 马桶是厕所的 但是后端处理啊 他没办法处理污水 他想自然排放是吗 他如果弄个池子 那你的定期清理 就是我的意思啊 就是农村的条件啊 还是比城里要差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没必要反驳 你要说你在农村里 搞的条件比城里还好 有这样的人 那你的成本啊 实际比城里买房要高得多 你什么都是独立系统 那有钱人可以做到啊 自己盖个山庄 自己搞自来水 自己搞花粉池 自己把路面樱化 环境布置得非常好 那你这就不是农民了 你这说是地主啊 说是有钱人呢 你有这个钱 你可以在城里买好几套房 你维护的成本 比城里面维护好几套房的成本还要高 所以说来说去啊 就是农民进城买房 不提倡也不反对 就是自己选择 我有钱 我有条件 我想进城改上 没钱 那你就在农村憋着 但是呢 从开发商和政府角度 你忽悠农民进城 去接盘 哪个地方房价高 哪个地方忽悠农民就更厉害一点 实际上农民没有得到实惠 纯粹就变成个接盘侠 那现在呢 重庆市更厉害了 这手啊 就伸向了这个 叫灵活就业者 估计重庆市 农民不够用了 或者农民没法忽悠 只好忽悠这个灵活就业者 买第二套房 这个第二套房 灵活就业者 要么就是改善 要么就是投资 因为他有一套了嘛 他能住嘛 他买第二套房 要是投资的话 这个点 买房 投资 这不是坑人吗 要是改善 还倒能说得过去 但是你都灵活就业了 你现在 头等的药物 是要找工作 是要保住自己的收入 而不是去改善你的住房 当然了 你说你家长万 当然了 你说你腰长万贯 自己有几百万的存款 那你也不能算 严格意善的灵活就业者 从忽悠农民 到忽悠灵活就业者 就可以看出啊 地方政府为了救世啊 为了卖房子 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真的没办法 走投无路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